身把体谈三次皮 一针这些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只聊球 今天胖只跟个球迷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个中国女排 也是突然传来的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中国女排的落选奥运名单的球员 丽瑶这回她是立了一个大功 那么为中国女排我们的奥运争金之旅 带来了一个重大性的突破性进展 为郎平她实现奥运会的两年冠 也看成是再度的实现了一个顶级加码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完成着 出征东京奥运会之前的一些 最后的准备事宜 那么在完成了最后的一些准备事宜之后 球队就将会正式的踏上 东京奥运会的卫免之旅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上 我们中国女排作为卫免冠军 我们是这一次奥运会道路上的 最大的争金热门球队 那么谈到中国女排 我们的奥运卫免度上 我们最大的卫免的敌人是谁呢 那么很显然 很多球迷也都是众说纷纭 对吧 有的球迷表态 可能是欧洲的两支禁女 塞尔维亚 意大利 也有球迷表示 美洲的两支球队不容小事 巴西和美国 同样呢 也有一部分球迷比较理智 说这一次东道主球队 日本队也是一个不容小事的对手 那么其实呢 这些球迷 他们所发表的言论 都是有自己的道理所在 这五大对手 确实是这一次中国女排 我们能否实现 未免道路上的五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但是呢 话说回来 胖中认为啊 这五个对手呢 都不是我们最大的对手 我们最大的对手是谁呢 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呢 中国女排 目前以我们过去八年 在整个世界排台 我们的一个统治的地位 我们拿冠军 拿到手软的一个实力 来看的话 中国女排目前放眼 整个世界排台 我们所处的一个优势地位 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无论是跟美国比 跟塞尔维亚 意大利比 我们都是有优势的 而且呢 这支中国女排 距离这2016年 里游奥运会冠军 时期的那支中国女排 讲比 我们是逐渐的走向成熟 个别的位置上 出现了一些人员的变化 但是呢 各个位置都在 有所补强 稳中有升 那么这支中国女排 所以说 我们来到了这一届 奥运会上 我们只要能够放平心态 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 只要能够稳站稳的 那么拿下这一届 奥运会的冠军 是非常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突破自己 我们千万不要自己 自乱认角 只要我们确保自己 别自乱认角 自己的心态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确保自己 有机会在今年 笑到最后 那么说到 自己这个最大的对手 我们最担心的事 是什么呢 因为就在此前 我们知道 中国女排 我们一共有15名球员 来角逐12个 奥运会的打名单 那么最终呢 有3名球员 被淘汰出局了 那么狼平 其实他也知道 我们各个位置上的球员 实力比较接近 你无论最终 淘汰哪三个球员 这些淘汰的球员 难免有失落的情绪 因为这些球员 过去的5年 一直都在为了这样一个 参加奥运会的目标 来努力 来奋斗 结果呢 临近奥运会开打了 自己接到通知 我无缘奥运会了 肯定心里有情绪 如果说这种情绪 一旦扩大化 在内部 是吧 造成了一些不好的氛围的话 那么这会极大的影响 整个中国女排 内部的一些氛围 是吧 影响中国女排 内部的一些 是吧 战斗力 凝聚力 那么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肯定是很不利的 那么郎平呢 此前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 中国女排是一个团队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是谁去东京奥运会 谁落选了 那么落选的这些球员呢 一定会给去 东京参加奥运会的这些队员 去送上最好的祝福 因为呢 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么很显然 这只是郎平的一面之词 究竟这些落选的球员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 对吧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那么我们落选的球员 力尧也是主动站出来发声 那么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动态 虽然说自己落选了奥运名单 但是呢 她为自己的这些女排的队友们 送上了最好的祝福 并且呢 她还晒出了中国女排 出征之前 15个球员一起的大合影 那么这张大合影 落选的球员 包括林丽 杨涵玉 以及力尧 三个人也都是笑容满面 对吧 大家笑的都非常灿烂 就能够看出 大家丝毫没有受到这样一个 情绪上的波动的影响 而且整个中国女排的凝聚力 非常强 那么这一点就能够 很好的看出 是吧 力尧在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 披露了这样一张大合影 和这样一个动态 就很好的支援了郎平 声援了郎平 此前进入采访的时候 那段联论 并且呢 让中国女排此前 我们争冠道路上 最担心的一个影响 自我内部的一个影响 消除了 这个隐患消除了 让中国女排 我们的凝聚力提升了 战斗力提升了 自信心提升了 让我们中国女排 有望在接下来的 东京奥运会上 打出一个批银斩棋的表现 去完成奥运会的两年关 对吧 可以说力尧这一次 是力的大功了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 能够不如使命 不负忠望 完成奥运会的 夺基重任 我们也近乎加音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在这里聊到这 喜欢胖猪的 别忘记关注 胖猪玩听这边听 聊聊点球